今天重点还不是你有没有进一步 很可能你都没改变 可是我的心情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就是我才realize 就是说我的不快乐 其实不是你造成的 美乐的家庭 POPCAST 哈喽大家 哈喽 我们的朋友们一起美乐的家庭 今天我们就想说 可以来个part 2 关于上礼拜 我们po的这个影片 讽刺是爱的表达吗 然后就有人留言 他说会不会有些人讲讽刺的话 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不舒服 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他们真正想要表达的话 所以他们会用讽刺去掩盖 他们真的心里面在想的 那你们觉得是这样吗 我自己是 我常常有时候 就是说从你们讲话当中 有一些不舒服 我想要反击 但是我又不想要破口大骂 我就会讲一些挖苦的话 就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你也没那么好 像妈妈有时候烧菜 然后有时候婆婆也在 或怎么样 然后我吃到什么很咸的 我说你要打死卖颜的 听起来就是很好笑 可是事实上 他就是在讲 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会烧菜 那其实如果今天我就是讲 今天有点闲 那私底下沟通一下 而不是当着大家的面 讲出来 那我以前就是比较不给妈妈面子 就会直接就说了 其实这个也算是一种 三个证吧 是不是 因为这个好像还 对我来讲还好 我觉得 还好 你说如果他在别人面前 这样子骂你 刚刚爸爸讲话的语气 你要打死卖颜的啦 我觉得这种挖苦的话 否刺的话 其实它有一种特别的 讲话的味道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soft的味道 它其实是撒颜巴撒辣椒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爸爸只是用 他刚刚的那个tone 它会似乎是不错的 因为他就像 但其实在实际上 你如果真的那时候讲这个话 你不是用这种口气讲的 你是故意要让妈妈丑陋他 对对对 我觉得动机是我们真的要考究的 第一个 我觉得是骄傲 就是说你看你怎么这么笨 你看我比你强 我可以 我可以怎么样 我觉得有一种那种争戒 跟那种骄傲的那种成分在你 那还有就是说 真的是不是要伤害人 这个不一定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说一定要伤害人 但他那个里面的动机 其实就是骄傲 还有一个愤怒 那像刚刚爸爸讲 你说你要打死卖颜的啦 我觉得这种话 他那种 你通常不是用这种口气 这种其实是还蛮好玩的 你真正要sarkism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有prival的骄傲 还有就是愤怒 就是说你看你为什么就这样做不好 这里面已经不高兴 你做不好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其实我们真的要悔改 因为这个会伤人 这就是从里面出来的东西 会污秽人 也会伤害人 我觉得这个要小心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重点就是 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 那个话语本身 不是你讲的话 可能同样的人可以讲同样的话 但是就是不一样 因为一个人可能背后是 没有带着任何的心急 但是另外一个人讲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刺 然后他是在骄傲里面 或他真的就是在一个content 他看不起你 我觉得那个才是杀伤力最严重的 有些话其实事实上的确可能是 碰到了对方里面的一些 他想隐藏的东西 有的时候反而是说的人 没有这个意思 反而是听的人 就会很激烈的反应 我们每个人都有 我们很在乎的一些小小的东西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笑话 还是什么 我讲给你听 就是有一个人 他倒是没有头发还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去做了 他就去买了假发 戴上假发 结果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 他朋友跟他讲说 哇 头发很好看啊 哪里剪的 结果这个朋友就非常生气 他就拿下来说 这是我买的 我不是剪的 不是不是剪来的 是我买的 它 cost me a lot of money 但是问题是 讲的人是觉得 I'm trying to get a compliment 对 但是因为是这个 对这个被讲的人来讲 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 insecurity 所以他这个头发是他最不能够被人家说的 而当人家说你的头发是剪的 他以为是剪来的 他说你是故意在挖苦我吗 这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些 insecurity 当我们的这个 insecurity 被人家 poke 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碰 我们就会爸 对 好 and I guess that leads me to my last question 有人留言说 是不是Melody 虽然他是在这个家里面的孩子 但是Melody也长大了 是不是他也应该开始学习去接纳爸爸 因为爸爸 like everyone we all have weaknesses 所以我们要长大成熟 就是我们要开始去了解 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会冒犯到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有软弱 我们要学习去接纳 这世界上就是有这样子的人 那我爸爸是其中一位 他也是有软弱的 我也要学习去接纳他 I feel like a lot of children until they grow up then they start to realize wow my parents are humans too you know they also have flaws 错误的期待 错误的期待 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觉得也包含 就是我们应不应该期待别人改变 还是我们只能控制 我们只能控制的 就是我们自己 但是我觉得在家庭里面的时候 就有一点难 因为你会觉得 但是是我们的家人啊 当然我可以让他改变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聊聊这个 因为讲到这个期待 Expectation 你有期望就会失望 应该所以我觉得不要用期望 我觉得是用盼望 Hope跟Expectation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我的感觉是这样 今天重点还不是 你有没有进一步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有没有进一步 很可能你都没改变 可是我的心情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就是我才realize 就是说我的不快乐 其实不是你造成的 是我里面很多的苦毒啊 不满啊 失望啊 造成我的情况 所以当我realize说 其实我永远改不了你 然后我就开始注意我自己 那我们的关系可能还真的就会越来越好 因为我不再把这个压力放在你的身上 让你来改变 而是我会看到我自己说 为什么我还这么不快乐 是不是我里面还是有很多的insecurity 当我去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说不定我们的紧张关系反而会化解掉了 那所以你们会怎么建议我 就是我们都是work in progress right I'm not going to expect you to change overnight I'm not going to change overnight 但是 hopefully we get better and better over time 那所以当这件事情又在发生的时候 我怎么也可以学习长大成熟 有更好的反应 是不是我也真的就需要把所有的期待放下来 就我觉得这个平衡怎么去拿 I feel like a lot of parents also go through this 就是当你的孩子有一些没有达到你的期待的时候 你到底是应该就是把所有的期待放下来 像爸爸说就是盼望盼望盼望 但是同时你又还是希望你自己的孩子 或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可以越来越好 因为你还是要天天跟他生活 所以就是怎么去拿捏这件事情 我刚刚还是讲我会被激怒 事实上是因为我里面的一种shame 今天如果我的父母低估我 我会这么大的反应 是因为我里面的anger 我要处理的不是说shut up 不是说you shut up 而是说我里面的那个anger 我自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不是说我就把它压下去 然后就内伤 说实在话 有很多东西不见得能够处理的 就像耶稣 他行各种的善事 行神机歧视 也还是很多人讲很多挖苦的话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 那是很挖苦 很凶的话 那你说耶稣怎么样react fight back no 他就来到天父的面前 他去等候神 我要给你什么advice的话 其实更多时候就说 如果你真的会被我讲什么伤害的话 你可能自己要回到上帝面前 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个还是过不去 也去反省 自己到上帝面前去 也不见得是反省嘛 这有时候也不是对跟错的问题 不是对跟错的问题 而是说为什么我里面是哪里还没有得医治 就的确啦 你还是真的就是trigger到我的insecurity 对 所以我还是要回去deal with我的insecurity 对 就达到了你本来trigger我的原因 然后你就会说我就是想要看你们insecurity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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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re right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会要故意去吃吃看说 你身上还有什么button 没有修好的 我们都有啦 爸爸也有啦 妈妈也有 但是我今天我不能够跟你讲说 you shut up 可能永远没办法 shut up 但是今天重点是说 当我有secure的时候 你再来poke我的时候 I'm okay 我甚至可以跟你讲说 我们可以来谈这个事情 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谈说 Hey Melody OK妈妈 你刚刚那样讲 其实让我真的很难过 我们可不可以好好来谈一下 或者请你帮助我 因为我还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家庭 再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 我觉得家庭的确要有一个家庭对话的时间 我现在常常觉得很多家庭 都很少孩子 还有父母亲 有这种可以坐下来好好对话的时间 那如果有能够这样对话 真的可以很心灵气渴的讲一下 当初你刚刚讲了什么话 真的让我不舒服 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东西讲完就过了 讲完也就过了 但是都不知道 它其实就是累积下来 累积下来之后 孩子就不想再跟爸妈妈沟通 And then you have to pay hundreds of thousand dollars for a therapist 对 去找一个能够听你讲话 你付钱去让他听你讲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的确家庭 父母亲要去营造的时间要刻意 就连我们夫妻我觉得我们真的都要有时间 安静下来好好讲一下 到底怎么样那天讲了什么话 我真的好伤哦 如果能够有这样子对话 时间倒是真的第一步 那我觉得还有就是 我们真的相不相信关系大于一切的对错 这个也是我里面常常做平衡的原则 我只要一想到就是说 我这样讲我会破坏关系 甚至是反应 那我其实我里面有很多的冲突 那我那时候要去做选择的时候 我通常就会马上就会想 我到底要重视关系 还是重视我的对错 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有一个原则性 我一定要我的关系 我一定要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怎么样 我就会安静地下来 我就会耐得住信 就是我要发脾气 或者要回腔的那种意愿 我就能够安静地下来 那我也会愿意就是说 later on 再晚一点 我可以有时间 我就再来跟妹妹 跟爸爸再谈一下 所以那个点 愿意选择关系 我觉得很重要 妈妈在这方面 是我们家最成熟的 我们都渴望 What would someone do?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mama do? 这就是妈妈的重要 所以我们家要太荣幸了 好啊 谢谢大家看这一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我们那么的敞开 那么透明 让你们有共鸣 然后你们也可以 更多的人分享 甚至跟你们自己的家人 讨论 或者孩子一起去看 一起去讨论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